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6年4月份上牌的日产天籁是2.0的欧冠运动版 现在办完牌照大概得18万多 这台车是16年4月份上牌 行驶里程稍微多了点9万多公里 因为是单位办公车 它使用强度能大点 配置非常齐全 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不到13万就可以拥有 天籁车宽敞舒适 号称移动大沙发 这台车欧冠运动版还车主进行了升级改装 加装了很多东西 待会咱们可以去看一下里面的内饰 如果你想花一个12、3万买一个中级车 日系车比较轻快 而且容易上手 品牌认知度 用车成本 油耗都非常理想 是属于市场上热销的车型 感兴趣的朋友 来看一下吧 天籁是标准的日系中级车 非常宽敞 而且天籁的座椅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宽大舒服 号称移动大沙发 内饰是纯黑设计 搭配这种哑光亮亮条 类似于碳纤维的这种饰板 显得挺雅致 车主进行了改装 改装了一个超大屏 带导航 倒车影像 还有车载的娱乐系统 我们来观察一下它的配置 智能钥匙 一键启动 电动门窗 电动护视镜 双电动座椅 多功能方向盘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这边看一眼 就是说仪表盘亮度可调 CVT的变速箱带运动模式 自动空调 天窗 基本上该有的配置都有 这车是2.0的 动力虽然不如2.5的棚外 但是在城市里用倒是足够 驾乘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这台车我开过 这个车拉4个到5个人 非常宽敞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压力 天籁就是宽敞 舒服 油耗表现 动力 发动机 变速箱都非常成熟可靠 而且市场保养量非常的大 养护成本也不贵 保值率还挺优秀 年头还挺好 虽然跑的稍微多了点 9万多公里 但是剩下价格便宜 不到13万 你就可以有一个才两年多的日系综艺车 真挺靠谱 感情细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天籁车的后排空间也令人满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西部空间还有一拳零四指 头部空间一拳以上 这个坐垫的近身和宽度 坐后排坐三个人 没有任何压力 因为它是前置前驱的车 这个地毯的高度不是很高 还有后空调出风口 这个比较实用 然后中央扶手带这个背坐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个盖板 可以拉一些 比如说超长的东西 可以直通后币箱 比如说高尔夫球杆了 滑雪板了 这样的超长的东西 作为家用和单位办公呢 都没有任何问题 也比较宽敞 舒服 这车呢油耗10到11个 这个总体来说日系车 这个天赖的2.0的四缸发动机 CVT的变速器很成熟了 这个家用和办公都OK 没有问题 天赖车啊车体比较宽敞 这个无论是成员商还是行李商 容积都令人满意 这个车尾的设计呢 改款以后啊 显得更漂亮了啊 包括这个亮条 很有质感 X-Tronic是它的CVT的 变速器 这个车实际是2.0的 这个改成2.5的车主自己换 总体来说呢 这台白色的天赖啊 年头短 虽然说是跑得多了点啊 因为单位办公车嘛 但是胜在价格便宜 不到13万你就能拥有 无论是单位办公还是家用 都非常适合啊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好 这台天赖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如果大家对这台白色的天赖感兴趣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呼喊汽车 点击并留言 日产天赖 我们会有更多 这台车的资讯为您推送 请大家关注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